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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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全部都錄影 就是從這個角度我看到都會錄影 因為他們要做採訪 我剛剛有講但是因為你遲到 所以再跟你講一次 好 謝謝 有 不要再忙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這樣很OK 謝謝謝謝 好 麻煩同學就座了 我們要開始了 各位同學早安 好 今天的講者唐控 是我第二次邀他來這邊演講 第一次是上學習的講座 他講得好極了 好清楚 好清晰 他會有非常的流暢 他有一種獨特的吸引力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是 他可以讓同學都醒著 這個非常的不容易吧 好像學習的時候 我相信同學你今天這樣可以做到了 他真的講得太棒了 所以就讓我忍不住 想要再次邀請他來演講 他很開心 唐鳳答應了 所以我們還有今天的演講 唐鳳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人 他的學歷只有小學一頁 你們的學歷看起來都比他高 但是他從小就自己學 他在小學的時候 就自己學會了寫程式 國中的時候 他就自己開了電腦工師 三四幾歲的時候他就退休了 所以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然後他把這樣浪給年輕人 真的是這樣的了不起 唐鳳他是頂尖的電腦高手 iPhone中文Siri就是他設計的 如果講到Siri大家應該就知道 就是他設計的 本尊就在這兒 那在台灣的城市設計考古高手 都把唐鳳當作偶像 所以他在這方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可是唐鳳讓我覺得最敬佩 最敬佩的是他的立他和開源的精神 比方說他參與了一個居臨第一臨時政府 他們就用科技很獨有的方式 很有效益的在很短的時間 做了很多改造社會的事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談人際關係 那人際關係不會只有是面對面的人際關係 現在在網路裡面的人際關係也是重要的 那在網路裡面你怎樣更加合作 那你怎樣更加互動 唐鳳的經驗絕對值得學習 所以呢今天唐鳳要來跟我們分享 他的網路社群裡面看到的人際關係 我們掌聲歡迎唐鳳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想問一下就是我上次來這邊的時候 有在這邊的朋友可以先舉個手嗎 所以其實過半嘛 OK好 謝謝 那我很高興我今天換了完全不一樣的講稿 所以應該上次聽的朋友應該也不會覺得無聊 那對另外一半的朋友我先就是稍微輕輕提要一下 就是上次我來這邊分享 因為當時同事的專題是就是關於科技的應用嘛這些 那所以我講了一些比較就是說我們怎麼透過科技 然後來介入或不管是318運動 或者是後面的社會運動 或者後來就是在行政院或者立法院 甚至後來到了科發會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公開透明的這樣子一些活動 那那個算是比較硬的主題啦 那今天大家討論的是比較軟的主題 就是說就是外面看起來就是我們做了這麼一大堆事情 可是在裡面就是我們真正參與的人 我們心裡是怎麼想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我們人際關係是怎麼樣維持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就是再請大家做一下意見普傳 現在還會上PTT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就沒有多少 那OK 哇 十分之一 那Dcard呢 有人在用Dcard嗎 Dcard是PTT的1.5倍 好 OK 那所以事實上應該是大家都要用FB吧 有用FB的Page的時候 對嗎 我是不是倒過來我也沒有在用的是比較快 那OK 所以就是以上不管是Dcard也好 PTT也好 或者是後來的FB 或者是現在當然這個如果要專門跟長輩溝通可能有Online 之類的 就是有各種各樣子的地方 然後這些地方裡面我們在發展出各種各樣不同的人際關係 那今天在討論的就是說 我自己就是從小進入這樣子的一種虛擬世界 然後我是怎麼樣感受和怎麼樣看待這種人際關係的這樣子 好 那我先講一下什麼叫虛擬世界 有人可以想像一下說沒有網路的世界嗎 在場好像只要年紀比我大的應該都可以想像 對不對 因為那個網際網路它在台灣開始普及是1992、1993年的事情 然後呢Web就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全球資訊網開始普及是94、95年的事情 所以說只要95年以後出生的人我們叫做數位原住民 就是說各位一出生就知道說就是有web嘛 就是有這種東西 那但是對於我們就是比我或比我年紀大的人來講呢 那個是我們叫做數位移民 移民就是所謂的migrant 就是我們本來不是住在那樣子的世界裡面 我們是住在一個紙啊、筆啊、書啊 要看書還要去圖書館啊、沒有維基百科啊 的那樣一個世界裡面 那個文化是用紙當作基礎的 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講虛擬世界的時候在講的 就是說你要看一部電影你不用去電影院 你要看一本書你不需要去圖書館 它的就是資訊、訊息本身是跟它的載體是已經脫離的 那這件事情呢不只是發生在書、電影上 它也發生在我們人自己身上 也就是說當你就是PO一段文章在Facebook 或者是你PO一段自拍在Instagram 或者在Dcard、在Flickr 在其他地方的時候 你自己的這個人啊 他是跟你的 只剩你的頭 就是說跟身體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別人能夠看到的部分 其實就是你看到的那個視野的一小部分 你心裡的一小段想法等等 那當時你在打這段文字 你在拍這張自拍 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的身體處於什麼樣的狀況 你感覺冷嗎 你感覺熱嗎 你感覺寒冷嗎 你感覺恐懼嗎 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會傳遞到 你在線上那個版本裡面 所以我們在做就是線上溝通規劃的時候 我常常開玩笑說 就是在線上我們大家都是身心障礙者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身體上面沒有辦法表達那麼多 像我現在可以用手勢啊表達的訊息 然後在心裡上面 我們也不知道說 對方寫了這樣一段話的時候 他心裡到底是怎麼想 他是在挖谷呢 還是他花了這個兩個小時的時間 很用心的寫下這段文字呢 還是他只是隨手寫下來呢 其實你看他的Facebook動態 你根本都不知道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當然Facebook可以說 我覺得怎樣對不對 你可以加一個說我打卡 然後我現在覺得很高興 可是他也就是只有我覺得很高興而已 他為什麼很高興 高興到什麼程度等等 完全都是沒有的 那沒有的話要怎麼辦呢 就是看的那個人或聽的那個人 在心裡面去用想像的方式 把他補上 把他還原回說 我在別人在Pose的時候 我揣測一下他的想法 那這個呢 我們現在講法叫做腦補 對不對 腦補 好 那腦補當然 我們說腦補最補 腦補大補 意思就是說 你凡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腦補 你看到對方隨便寫了一段話 你可以腦補出可能20段話來 那基本上虛擬失業人機關係 就是建立在這種互相腦補的關係底下 那這個東西是我今天就是這樣的主題 那在進入正式的演講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說 就是說在這中間 因為我是用一種類似互動擺板的方式 所以隨時各位想要在某一張屏下來 然後有問題或者有想法 或者是有什麼感覺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舉個手 然後應該是會有助教傳麥克風吧 然後會好 那就可以直接開始分享 就是隨時歡迎打斷 我甚至你不舉手 因為我如果剛好看到這邊 可是你在這邊的話 那你就直接開始講話 也沒有關係 這樣子就是說 它是一個就是比較open的 大家就是一起聊聊天的 這樣子一個setting 好 那我就多做單歌 那今天就是有印獎役對不對 就是今天印的那個獎役 它是我之前給過的兩三次演講 那它是我跟Alison Randall 就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這個很好的朋友呢 我們認識了大概快十年 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一起 這個已經做了很多專案 一起寫了很多程式 然後有過很多這個不管是聊天也好 吵架也好 這個開戰也好 什麼就是都有 但是事實上我是一直到 認識她的快十年之後 我們才真正面對面碰到 所以是一位網友這樣子 那然後那她就是綜合了她在 我們叫做open source的這個社群裡面的一些經驗 然後她來台北實際的給一場分享 然後在她來台北演講的時候 我才終於知道說 原來她在寫這些字的時候 她是這樣看的 她後面的那個感覺是這樣 然後她是在南非出生 在南非長大 然後在黑人跟白人中間的那個社群裡面 然後去感受到那種拉扯等等 那這些其實我只看她的文章 或只看她的城市 我是不知道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靠見面才能夠補上 所以我這段要講的是說 腦補有其極限 就是說很多事情 如果當事人他自己不知道 怎麼用文字表達 或者怎麼樣講出來的話 那其實你真的只能透過面對面這種 我們叫非語言訊息 才能夠去知道 才能夠進一步做深刻的了解 好 那所以呢 什麼叫做open source 這是我上次前講的主題嗎 所以可能還有人記得 就是所謂的開源的意思 就是說我全部 拋棄掉我的著作權 或者說我拋棄掉大部分的著作權 只留下所謂人格就是性名權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現在寫一個文章 畫一幅畫 然後做一個作品 別人不用問過我 就可以拿去用 OK 就是說他就是在講說 我永遠不會告你抄襲 好 那所謂保留人格權的意思是說 當你拿去用的時候 你不要說是你做的 你還是要回來給一個credit說 他的來源的網址是什麼 那我是開源裡面比較極端的 我是連人格性名權都拋棄掉 所以你要說是你寫的也無所謂 這樣子 就是我不要浪費我的時間來告別人 這樣 那但是這是最極端的 這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是這樣做 那絕大部分是覺得說 你保留那個性名的處處 你就可以隨便去使用 那這也是科學社群的一個 互相相處的方法 那所以我們在臨時政府 或是在開源社群的其他的創作裡面 像各位如果有用過維基版科 應該有人有用過吧 對用來寫作業啊 之類的這樣的方便 好 那如果有用過維基版科的話 那就是 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開源社群之一 因為你每次按編輯 然後你按送出的時候 他都會要你同意說 你拋棄掉你大部分的著作權 讓未來的其他人 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來分享在維基版科裡面 貢獻的內容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開源社群 我自己是從1994年左右 開始進入開源社群的 那1992年我開始接觸網際網路 那當時我就是大概十一十二歲 然後呢 當時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網際網路是一個 專門用來打MOD 現在還有人記得MOD嗎 MOD是 好像不太有了 MOD是就是只有 互動式文字的一種 就是線上遊戲 有點像是現在的 就是WARCRAFT 或者什麼神魔之塔 或者隨便什麼 可是他只用文字來做 就是他完全沒有圖形 然後但是很有群怨腦補的空間 非常的大 就是說螢幕上會說 這個一隻惡龍出現了 然後什麼 什麼彗星一擊 還是什麼 造成了多少說到什麼之類 那就是那個場景 必須要自己去想像 這樣子 那所以跟大家一樣 我一開始上網 都是打電動用的 那OK 但是呢 就是後來呢 就發現說 網路上面除了打電動之外 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那我就碰到了一群人 這群人呢 叫做古騰堡計畫 Gutenberg Project 那 電子白板的好處就是寫錯字 可以按度 OK好 Gutenberg Project 它是 用發明印刷書的那個人 當作名字 它是從很早 就是大概1970年就開始 是一群人 他們把所有 已經沒有著作權的書 就是大概1910年 或更之前 所寫的 就是大家現在 可能知道就是經典嘛 達爾文啊 佛洛伊德啊 馬克思啊 這些人 莎士比亞啊 他們都只有紙本書 然後當時我們也沒有掃描器 也沒有光學掃描器什麼 大家就是 在圖書館借了那本書出來 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打到 網際網路上 然後讓所有人都可以下載 然後都可以看 這些已經沒有著作權的 經典的書這樣子 所以我在1992年 接觸到這個社群 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群人 他們完全就是 沒有 不是為了自己的目的 就覺得說 這些經典值得 讓更多 可能沒有錢買書 或者在家裡 都市外很遠的 這些朋友能夠看到 那所以呢 我就加入了這個社群 那我加入這個社群 因為我當時 英文也不是很好 我也不能夠真的 做什麼事情 我就幫忙挑一些錯字 這樣子 可是呢 就算這樣一點點空氣 也讓我覺得說 我好像屬於某一個社群 我變成某個社群的一份子 那這個社群 它是以 我們叫做平等 就是每一個人 都應該有 平等的 接收到資訊 接收到知識 接收到教育的權利 那後來的維基百科什麼 很多都是同樣 這一群人 去發起的 去維護的 那在平等之外呢 我們也有 所謂的言論自由 那在當時呢 我接觸到的 一個社群 叫做EFF EFF這個社群 它是很有意思 它就是在講說 我們在網路上面 如果只是自己 下載一些音樂來聽 或者分享一些東西 我們只是人跟人之間的 互相分享 而不是盈利的話 那好像不應該動輒 就被告幾千萬的賠償 就是當時 莫名其妙的商品公司 就會去告 然後一次就告很多 然後它就說 你每次下載 我就損失了一場電影票 你每次按下載 我就損失了一場演唱會 所以說如果你現在 上載某一個檔案 然後被下載一千次 他就把那個電影票的錢 乘上一千 然後去求償 那各位臉上都露出 那一致性的表情 可是當年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很不合理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說 你看了這個之後 你就不會去看電影了 有些人是看了 線上版本才去看電影 對不對 而且你也不能證明說 如果他沒有這個東西 可以下載 他就會去看電影 而且會乖乖付門票 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說 就是這群就是做所謂的言論自由 或網路自由的社群 就是在收集各式各樣的意見 法學上面的意見 專業上面的意見 來證明給各國的政府看說 其實我們就是在互相分享一些東西 我們並不是拿這個賺錢 而且事實上也沒有他們所說的 那麼大的這個收入上面的綜號 所以說這個也是一個不同的社群 是資訊自由的社群 但今天呢我完全不是要講這兩個 我講這兩個只是在說 我92到94年的時候 一開始覺得說 這樣這邊有一群人 他們想的跟我很類似 那我可以把他們當朋友 那這種在線上 因為關注類似的事情 來當朋友的東西 那在英文叫做Solidarity 就是互助嘛 對不對 這邊叫做互助 或者是連帶 比較專業的方向連帶 那這種連帶關係的意思就是說 在美國或者在歐洲或者在哪裡 有哪一個人因為言論自由被關呢 我都還是覺得是說 這很重要 好像是我的親人被關了 這樣子的感覺 那可是事實上 我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人 然後事實上我也從來沒有 就是跟他有任何實質的實體的接觸 為什麼我們就會變成 好像是朋友一樣的感覺 為什麼會有 甚至好像親人一樣的感覺呢 那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樣一條道路吧 好 那在參加開人社群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 一開始心裡對這個社會 或者對這個世界 有某些關心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因為在他的朋友 或他的同儕團體裡面 沒有類似關心事情的人 那然後到了線上 突然發現說 我透過網路 我就可以認識 跟我有相同興趣 相同愛好或相同關心的人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出現了 這樣一個社群的概念 所以社群永遠都是在 就是同樣子的想法 或同樣子關注的事情上面 去形成的 就是我們叫做同道中人 那這條道路呢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你隨著你接觸 越來越多的人 那你的本來想法 可能會改變 你可能會一起做出一些創作 你可能會一起發起一些活動 可能這些活動 就是很平常啊 揪團去吃吃喝喝啊 或者之類的 但是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不斷地成長 那一個社群呢 它是依賴於一個線上的空間 那我們最早起用的是聊天室 那當然現在大家都用臉書 這些 那這些所謂的社群媒介 社群媒介 就是大家一共彼此之間碰到的空間 那我打一個比方 就好像是說 一朵花 它要在花園裡面 才能夠長得起來 如果你沒有那個土壤 沒有那個空間 它要長的話 它自己是不會長的 那網際網路 會說虛擬世界呢 它就是一條道路 你順著這條道路 就是說 在那個螢幕後面 或在手機後面的人 其實是一個一個的個人 就是事實上是人嘛 那人是一切的核心 也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很多很厲害的專案 或很厲害的成就 或很厲害的什麼東西 常常忘記就是說 寫維基百科的每一個字的 後面都是一個人 它都是對某個東西有熱情 對某個東西有呼喚它 它才會寫出那個字來 那這邊是一個叫做 Flashmark 就是快閃 快閃這個字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還用不懂 好像有人還聽得懂 快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大家約好幾天幾分 某一天 然後突然之間出現在 我想說台東車站或哪裡 然後大家到那邊 然後突然之間就開始一起跳 或一起唱歌 或怎麼樣 然後做一個就是行動藝術的表演 那所以前一秒鐘 看起來都是路人 然後下一秒鐘 就有人開始拿出場地 有人開始拿出什麼 號角 有人開始拿出索納 然後就突然之間就開始一場表演 然後在那個警察跑過來抓之前 這個五分鐘表演已經結束了 然後大家就又變回正常人 然後就做尿受散這樣子 好 那這是一種很常見的 一種網路上面的快閃活動 那這種網路上快閃活動 它當然最後是在實體裡面發生 但在網路上面也常常會有說 我們就糾團去PTT的八卦版洗版吧 或者是說我們就糾團去 這個某一個Facebook的專頁 攻占那個粉絲頁吧 那之類之類 也就是說在網路上或者是在實體世界都會有這種快閃的狀況 那快閃的狀況它的基本核心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每一次看一個快閃的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最核心的裡面的大概只有十個人 通常不會超過二十個人 然後呢 但是呢 當他們開始這個敲落大鼓的時候 旁邊就會開始出現圍觀的相比 那這個圍觀的相比呢 可能就是十倍到百倍的量 也就是說可能有一百人到一千人 那所以呢 絕大部分來看熱鬧的是看到外面這一圈的人很多很熱鬧 然後呢 所以從外面再接觸到更多可能上萬或者十萬人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會分成三組人嗎 就是說最裡面的是我們叫做貢獻者 他一開始就提出貢獻 就說我要來究竟做這件事 接下來是參與者 就是說那個貢獻已經出來了 然後他在旁邊 可能只是像我以前那樣該幾個措字 或是只是在旁邊圍觀 可能圍觀的人一多了 那在旁邊就會開始有社會大眾 就會這樣子參加 那兩年前的那個318太陽花運動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好 那在參與貢獻的過程裡面 參與者跟貢獻者 就是會各自做各自最擅長的事情 那有人會寫字的去寫字 然後有人寫城市的寫城市 做設計的做設計 做美術的做美術 就是各種各樣子的人都有 但是我們在實際做貢獻的時候 我們時時刻刻都會記得 重點是最後用的那一個 也就是說我們寫維基百科 可能有人專門做編輯 然後有個人專門做審查 有人做來源全人等等 但是大家都是為了最後看維基百科 寫作業的各位來服務的 所以這整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不能忘記說使用者 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常見的講法 叫做with the people 我們知道說就是華盛頓 林肯就是美國那些政治思想家 或者總統 他們常常是說是民有民智民想 對不對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那可是呢 for the people呢 它事實上 它預設的就是以前我們說 執本時代 勇往以前的時代 就是一群大神或什麼的 然後呢 他能夠for the people 他為人民做事 然後他說 明知所欲常在我心情之類 我沒有印射特定前總統的意思 但是就是說 這些人呢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做這些事情是為了公民 但是呢 我們懂得比老闆想多 所以說我們就是幫大家決定事情 大家犧牲我們的假期啊 這個很刻骨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都是為了人民 for the people 那這個我們在軟體界也是一樣 在1997年以前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現在很小的 叫做微軟 然後呢 那當時的那個公司呢 做了作業系統叫做Windows 那Windows現在也沒有再新的版本好了 但是當時是每年出一個版本 那是我好像在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然後呢 那在當時不管是就是教育界 企業界 學術界 你非用那個做業系統不可 它就接近是完全壟斷的一個地位 然後在這個壟斷地位裡面呢 微軟就會一直說他多心 他每一個版本都要想用前一個版本啊 他要做很多測試啊 他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一群在西雅圖的大神們 幫所有人決定說 你明年有哪些功能可以用 後年有哪些功能可以用 這樣子 那我們發起開源運動的時候就是說 這個for the people 這個想法已經過時了 你為人民設計這個東西已經過時了 我們現在呢 因為有網路的關係 人跟人之間是可以互相平行的組織起來的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with the people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事情 所以說我們後來所倡導的 就是unix這種作業系統 分成兩種主要一種叫linux 一種叫做bsd 那這兩種作業系統的特性都是說 它是跟使用者一起開發的 你隨時看哪個東西不順眼 就好像說你看一條法律不順眼 你就可以自己寫一段說 我覺得這個不太好 它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呢你就揪團 然後你能夠揪到兩三個人 有人幫你做設計 有人幫你寫程式等等 突然之間它又變成了這個作業系統功能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是每年出一個版本 它是每天出一個版本 然後每天就是把前一天大家建議收進去 這個就叫with the people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出來的事情 那到了今天就是說 BSD這個作業系統變成了iOS iOS或者MacOS 就是所有用蘋果的人都在用的作業系統 它就是從這個開源的土壤長出來的 那linux這個作業系統它變成了Android 就是Google 現在只要是用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 都是從這個作業系統長出來的 那現在應該很少人用別家的手機 應該還是有Nokia 或什麼 對之類的 那但是就是說應該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用我們用這種開源的方式 來發展出來的作業系統 以及他們的後代 那所以在軟體界我們的一個共識 就是說開源已經贏了 就是包含微軟或者蘋果 或者所有這些公司 現在都是用這樣子with the people 的方式 來做開發 那像微軟他們到了Windows 10 就是我們不會有Windows 11了 10就是最後一個版本了 那同樣的我們就是用相同的方式 你有什麼建議 它在明天的版本的Windows 10 就會納入進來 就是用一種with the people 的方式 來做開發 所以連萬惡的微軟都可以改變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現在要對人性有希望 OK 那然後呢 所以在這整件貢獻的事情上面 我們常常會說有一個上游跟下游的關係 好比像說如果有人專門畫畫 他畫出來的東西 別的社群可以把這個畫拿去用 或者說把設計的拿去用等等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在創作的時候 我們都是重新使用一些網路上找 就可以找到的素材 那是別人已經創作好的 那是我們的上游 那我們做了一些就是更改啊 修正啊 Cuso啊之後 然後把它投出去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變成別人的上游 他們就可以拿這個 再去做別的事情 那這個是網路社群跟社群之間 串結的一個基礎 我們叫做remix 就是重新混搭 混搭使用這樣子 那在remix的時候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找到的那個源頭 是願意讓你使用的 是開源的 也就是說 它拋棄掉它的著作權 你只要註明它的名字就好了 那如果它是說這個版權所有翻譯避久 然後你硬要用 這個也有一個講法嘛 叫道圖嘛 那在道圖的時候 當然就會開始出現後續的糾紛 或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推翻運動 另外一個目的也是說 希望大家在做創作的時候 可以少就是worry 就是少繁星這種事情 好那以上是介紹就是外面看得到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回到內心的部分 就是我們為什麼大家上班都已經每天打電腦了 下了班還要打電腦 就是那我之前在演講的時候 就有人在在底下這個打字回應說 你上班時候呼吸 這個下班就不呼吸嗎 就是說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做這種創作 它是像呼吸一樣自然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Clay Shirky 他就是有一本書叫做 《鄉民都來了》 那他就是目前做這個傳播通訊理論 虛擬世界裡面人際關係理論的一個大師 然後叫做Shirky 名字叫做Klay Klay兩年前到過台灣 然後覺得台灣實在是太厲害了 因為他剛從佔領中華就是香港過來 然後到台灣就發現是說 台灣比香港走得更遠更前面這樣子 對然後他就很喜歡台灣 所以今年又來 那他提出的這個想法叫做認知淫意 Cognitive Surplus 這個想法其實講穿了 我們換成這邊的講法呢 就是叫做淫意無事 就是說你有時候就是空著嘛 你就是沒事嘛 那你就滑手機嘛 那有些人的興趣本來就是拍照 有些人的興趣本來就是寫字 有些人的興趣本來就是畫畫對不對 那你一個人寫 我們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所以就會發現就是說 你如果拍了照或者畫了畫 但是你分享出去 你要攝取你的朋友看到 好像那個快樂是會感染 是加倍的 所以說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在平常 就做一些我們感興趣的事情 像說有一些人的興趣 專門是幫貓咪的圖片加上字幕 然後呢 就是所謂的貓咪字幕組 我不知道在場有沒有對這個感興趣的人 那網路上有很多人對這個很感興趣 他拿那個什麼 什麼希特勒帝國毀滅 還是拿什麼就是隨便什麼素材 然後他就是加一堆字幕 然後就可以弄成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所以就是說你不給他網路 他整天也是玩這個 那但是你給了他網路 他就發現說 有上千人都很喜歡玩這個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覺得很高興 那這個就是認識盈雲 他透過網路放大了一個解剖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開源社群或網路社群 最喜歡的就是新東西 因為你舊的東西 每個人都已經靠一份了嘛 對不對 那沒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呢 你只要加入那個社群 你每天都會看到新的改圖 對不對 好厲害 然後或者新的貓咪照片 好厲害 或者是維基拜克上的新聞章 好厲害 看看你的興趣是什麼 那所以就是說 在加入社群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分享這件事情 是很好玩的 那所以說這樣子一種文化 它慢慢滲透進了主流文化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用過 一個叫做Airbnb的服務 或者有沒有聽說 或者是couch serving 就是它是在網路上面 讓你認識你要去別的地方旅遊的別人 那它就用它自己的家裡 可能多一個卧房 然後來提供你住宿這樣子 那你可能都沒有見過那個人 你只是看別人對他的評價 評分等等 你就願意說 我住到一個等於陌生人 住到陌生人的家裡面去這樣子 那所以Airbnb之所以可以成功 就是因為大家相信陌生人 OK 那或者是說像 可能有人有聽過Uber Uber就是說我自己的車 然後我閒著沒事做 然後我本來就在開去上班 然後我就透過Uber這個APP 把也想要從這邊搭到另外一個地方的人 就揪團 然後大家一起開車 然後我向他收一點錢 Uber從裡面抽20%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分享經濟 那分享經濟的整個重點 就是因為透過網路 我們開始能夠相信陌生人 可是為什麼我們莫名其妙就相信陌生人 小時候不是家長都會說 不要相信陌生人嗎 就是這個如果有人給你糖果的話 你要往反方向跑 對 就是說為什麼在實體世界 我們明明是需要一次兩次再三的確認 然後才能夠開始相信陌生人給的糖果裡面 沒有餐什麼東西 然後但是在虛擬世界裡面 我們是反過來 我們第一次碰到陌生人的時候 我們是傾向相信他的 那這個在學領上面 叫做SWIFT TRUST 就是快速信任 那這個快速信任的意思就是說 好比像有人加了你一點出朋友 那你看一下覺得他不是機器而是個活人 那你也不是真的對他很熟 那帶你沒有三共同朋友 你就加他了 那加他之後呢 基本上你就是相信他了 因為你PO直線朋友看到東西 他突然就看得到了嘛 他還可以有時沒事傳訊息給你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如果他做了某些事情 讓你覺得他突然不值得你的信任了 好比像說你跟他說這個只跟你講 他跑去跟別人講 或者是說他開始整天洗版 請你買包包 拉你到哪裡去 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Facebook可以做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或者是說他有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可以整天tag你 然後你的手機都變成紅色的123456 都是他害的 那所有這種狀況 只要一發生 那這個SWIFT TRUST 它是隨時可以撤銷的 這樣子 那你就會DIST TRUST 然後那可能DIST TRUST呢 在網路上面的方法呢 很簡單啊 就你就Ignore它 就你就把它封鎖掉嘛 好 那所以為什麼 大家一開始願意相信陌生人 恰好是因為我一開始所說的 我們沒有把我們的身體 帶到網路上 所以說呢 別人再怎麼傷害我們 最多只能傷害我們的感情 不能夠傷害我們的身體 這個概念大家沒有問題吧 OK 那所以說從網路上面 任何對方可以造成的傷害 它是可以修復的 有時候當然可能傷害很像失戀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它多多少少 過個兩年三年 你還是可以從中間恢復 那但你如果跟著這個 給你糖果陌生人走 那有時候造成傷害 那是無可恢復的這樣 所以說在這裡的差別就是說 因為網路上面造成的傷害 都是可以恢復的 而且你要阻絕傷害來源 去把它 ignore 掉 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在網路上面發展出來 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 它是用快速信任當作基礎 然後後來分享經濟壓縮的這些東西 就是建築在這個東西上面 好 那講到這邊 我會不會講太快 對啊 還OK嗎 好 看起來還OK 如果不OK要講 OK 那在網路上面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講的是比較是自己爽的那個部分 那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在網路上大家會發現說 我很容易就幫到別人忙 我不需要花那麼多力氣 我就可以幫很多很多人 畫面上有人在網路上公開po了一個問題 然後我幫他想一下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這是公開的 所以後來碰到類似問題的人 他Google一下就找到了 那找到之後等於是 你不只解決那個人的問題 你也解決未來所有碰到類似問題的人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會有一種 就是互助的奉獻的感覺 那舉例來講 像我是12歲 從古屯堡計畫裡面 看了那麼多的古典的書 然後到了14歲的時候 從網路上認識一些研究人員 然後我們就開始一起工作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 那我就不用上學了 因為我在國中或者我在大學 學到的東西 都是已經要花十年的時間 才會編進教科書嗎 這邊都是編教科書的朋友 應該可以幫我佐證這件事情 就是從尖端研究 然後到變成科學界同意的共識 到確認 到變成課發會 然後到變成教科書 到印出來 通常有時候已經花了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 一接觸網路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 原來我課本裡看的 都是人家十年前的研究 然後網路上都是現在的研究 那我幹嘛浪費那麼多時間 所以後來我就不念書 那大家就專門念網路這樣子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面 因為大家 不管是做科學 還是做創作的人 很願意分享它最新的 可能還沒有被大家所接受 但是就是最新的這個研究 所以大家就會有一種 像我就會有一種說 那我等於所有學到的東西 都是網路上學來的 那等到我哪一天學會了東西 我也應該用相同的方式去幫助別人 不然的話 豈不是辜負當年就是那種無償免費 教我的這些人這些朋友嗎 這樣子 那這叫做the health principle 助人原則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要幫助一個人呢 就是你幫助他的程度 比你自己付出的那個犧牲要多的時候 那這個社會上面整體的 幸福程度就增加了吧 所以就是說 你不要損人不利己嘛 那在你損己也要有一個限度 就是說你那個利人的程度要比較多 不是說你損很多 然後只利人一點點 那這樣子其實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子做 之後也不會變得更好 那網路的特徵就是說 它是會能夠加成的 所以後面像說我花了一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幫別人省了一小時的時間 可是因為有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這個東西別人以後可以用 所以說呢 下一個人來的時候 他又省了一小時的時間 又省一小時的時間 所以你只要一公開出去 你那個造成的幫助的程度 就是像指數型那樣成長 因為第二個人又會拿這個方式 再去教別人 再去教別人 所以就一二四八十六這樣子 就是一下子就會擴散開 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大家會加入社群 那當然裡面也是有成就感的部分 就是說 有人就是做某件事情特別好 那不一定是就是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好比像說某人這個畫 NC動畫就是用文字畫動畫 畫得特別好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專門在PTT上面畫這種文字動畫的 然後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你講一張空白件 就是像電影的樣子的 這樣子可以看到 那他在那一個社群裡面 就是叫做大神 就是真的是了不起 然後是講話非常非常有發言權 所有人都記得他 那你就是在每一個你感興趣的社群裡面 你只要對那件事情特別的執著 那你就會變成那個社群裡面的大神 然後大家就會就是很有成就感 那因為在網路上面 大家都是基本上就是公開的嘛 所以你在這邊做出一個創作 他可能是畫了一個動畫 我到這邊 我其實是在做新聞節目的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來用 那我這個新聞節目 如果做得不錯的話 那別的可能做打字的 或者是做教育的 覺得不錯 就拿來用啊 就說他是跨領域的 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社群裡面做貢獻 然後在自己的社群裡面去討論等等 但裡面只要有好主意 因為網路它是一個不適合疆界的地方 別的社群人就會看到 而這些好主意就會像不公英一樣 這樣子散播開來 就叫做分散協作 那當然這裡面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彼此保持尊重 因為如果不保持尊重的話 就是一支酸的話 那關那個社群就沒有人了 因為你切換頻道 切換社群是完全不花任何成本的 你從一個版跳到一個版 從臉書一個專業跳到一個專業 甚至是完全不需要花任何時間的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那個文化突然被破壞掉了 那你馬上就會切換到旁邊的那個社群 所以社群要不要留得住人 基本上就是看 人能不能夠彼此尊重 所以透過網路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彼此尊重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不知道你怎麼長大的 我也不是真的很認識你 我所知道的只是你畫出來的那些漫畫 或者是改的那些貓咪圖 對不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要怎麼樣認識你 那我常常講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他的工作 來認識他的價值 那這個價值的意思 並不是他可以賣多少錢 這個價值的意思是說 他覺得什麼事是重要的 對他來講 如果在心裡面什麼東西是特別重要的 好比像說 有人覺得言論自由特別重要 好比像說有人覺得社會平等特別重要 有人覺得保護地球特別重要 等等 那你只要去看他的創作的內容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心裡的價值 他覺得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那你只要說 我了解到你覺得什麼事是重要的 這樣就是在尊重他 就是在認識他的價值 所以即使是你很簡單的寫通 Email去說 我很感謝你為了 我不知道 動物保護做的努力 或隨便怎麼樣 那他就會覺得是說 原來我不孤單 這個世界上面的人 也有人appreciate 也有人喜歡欣賞我才做的事情 那這樣子社群才會有動力做下去 然後呢 我有一陣子 因為主持大概100個左右的軟體專案 然後真的相關要花時間 就是整天就是在寫程式 修bug 出錯這些 可是呢我每天一醒來 電子郵件信箱裡面至少都會有一封信 可能是很慕名其妙 我也沒有聽過的地方 尤其是很有名的 像什麼BBC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也有就是就是 蒙古啊 或者就是什麼冰島啊 或者就完全不知道 那個地名的地方的人 寫來一封信說 哦這個你寫了一個好比上說 對中文自動轉翻去中文程式 那我們正在用 我們很感謝你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好像每天都可以世界上各地的朋友 都會寫信來 然後說 很謝謝你為這個社群做的事情 那我每天只要看到一封這樣子的感謝信 我那天就覺得充滿了動力 結果就可以繼續創作下去這樣子 那同樣的就是說 那他也會提醒我想一想說 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建立在別人的作品的基礎上 那我也會寫封感謝信去給我上游的作者說 很感謝你 就是編了這本字典 然後比方說 國教院編了很多字典嘛 然後很感謝國教院這個編了這麼多字典 讓我們能夠去繼續做創作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循環 你越感謝別人 別人越會覺得說 欸對好 那我這個也是有上游 我也要感謝一下那個上游 那所以這是互相贊賞 互相鼓勵 那 以前我們在這個聊天室的時候 都是說家家 那現在都是說讚嘛 對不對 然後那臉書 最近把讚改成好幾個 就是 那個叫什麼 Inside Out這邊分 腦筋記轉彎 腦筋記轉彎 每一個角色現在都變成臉書 臉書的那個按鈕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說 你覺得很棒啊 你覺得哇 你覺得愛心啊什麼 之類的這樣 所以就是互相的去鼓勵 那這種互相鼓勵的重點 其實是結合各種不同創作領域的人 有人特別會教學 或者是有人特別會做創作 或者有人特別會演講 或什麼之類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大家彼此之間 了解到的彼此 能夠做什麼 就可以一起糾團 然後做出任何一個人 單獨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就是之前我們有特別說 就是來這邊簡報 都會全部翻成中文嘛 但是這邊有唯一的一個英文字 因為這個字沒有中文翻譯 所以我只好原樣保留 它是一個南非的一個字 在Sopop也有這個字 在黃蘇魯也有類似的字 然後就是反正就是南非的很多語系 都有都有這樣子一個字 叫做Ubuntu Ubuntu它沒有辦法翻譯成中文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你看字典裡面的定義 它最短的那個定義也是幾十個字 就是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字 那我嘗試簡單的用中文背一下字典的定義 它是說任何一個人都是要在一群人裡面 透過這群人看到他的方式 來彼此完成自己不足的部分 並且因此才能夠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對 那所以那就是沒有辦法翻譯 那我們如果要就是硬翻譯的話 那它比較接近就是很久以前 就是孔子講了人的這個精神 就是說人嘛 然後是彼此事也是一樣的 這兩方應該要化成一樣長 那就是是互相相等的對等的 然後人是透過這種互相對等的 互相補足的關係 就是推幾幾元 幾欲利而利元 這些東西才能夠彼此完成 可是它在非洲用法 又跟孔子的用法不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這樣子硬翻是 現在叫做超义 就是說這樣子是超义 這樣不太行 那在軟體界 有人把它翻成有幫託 就是說我們是靠朋友來幫忙 拓展我們的事業 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在軟體創作界 這樣翻譯就還不錯 可是它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別的 就是他們自己 所謂精神文化 或宗教文化上面的意義 好 那所以我到最後就決定不翻譯了 那但是就是用相處別人的認識這樣子 好 那所以在這裡要特別強調這個 就是因為剛剛講的 所有這些社群之間互相融合 歸根解體就是無關圖 就是為什麼大家要上網 為什麼大家要在網路上面 認識別人的社群 為什麼要相信陌生人 就是因為如果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完整的自己 OK 我們的成為完整的自己是透過 我們跟大家這樣子互相協力 互相協作 來做到的 那剛剛講的都是一些實質貢獻啊 對不對 畫畫啊加字幕啊這些東西 可是呢很多時候呢 其實重點就是你只要給他靈感就好了 也就是說嘴炮就好了 嘴炮也是一種貢獻 那也就是說 什麼叫給靈感呢 就是說這邊有個坑 那這裡的意思就是我們在 在居民域在臨時政府裡面 常常會彼此幾天說的一個話 這裡有個坑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有一件事情沒做好 那這個你可以這個挑下去把它填起來 這樣子 那但是呢我說這裡有個坑的時候 我並沒有說我要填的意思喔 然後呢就是我挖坑的時候 我可能挖完就跑了 大部分的情況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在跟大家說 欸大家可能沒看到 但是這裡有一件事情需要大家去做 那這個時候呢 剛剛講那個因應無事 就是有很多認知盈餘的人呢 就是會覺得說 欸我看到這個坑 我發現它跟我的形狀很像 我忍不住就要掉進去 那樣子 所以就是說在網路上面 一開始有人挖坑就是給別人靈感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可能沒有想到說 他的才能可以發揮在這件事情上 那你就是 就是 稍微推他一把 我們叫推坑 就是說 就是跟我一起走一段路 欸你看這個坑跟你一起 就很像 你就掉下去了 那掉下去之後就會 那個人就會非常這個 自願地把事情完成這樣子 所以就是 就是給靈感是很重要的 那所有的坑 都是跟其他坑連在一起 那我們就是坑坑相連嘛 那你每次填完一個坑 就會發現說 畫面上說我們把法律法院的公報 全部都數位化了 都可以搜尋了很棒 對不對 公開資料 然後就會有人開始說 欸那可是即時的影像 我們是不是要接一下 那好不容易把即時的影像 接起來了 然後就會有人說 欸那這樣子黨團協商 是不是也接一下 那黨團協商接起來了 就會有人說 那公民記者是不是也可以進去採訪 等等 就是說你每次填完一個坑 你就會發現說 欸透過這個當作基礎 你可以再做別的 再做別的 再做別的 所以其實坑是沒有填完一天的 那但是重點是說 在這個中間裡面 我們就是有很多種感覺 我們能夠覺得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慢慢變成更好的人 這樣 那我們變成更好的人的方式 就是彼此討論 彼此多說話 好比想說 我接下來想做什麼 我對這個坑有什麼想法 等等 那這個在網路上面 我們稱作可樂可 就是協定 協定的意思是什麼 協定的意思就是 它不是命令 不是一個人 去命令大家都要遵守 協定的意思是說 我說 我覺得我們 因為每個禮拜五 大家在線上聊聊天 這樣子我們彼此之間知道 我們這個團隊的進度 是一個好主意吧 那但是它是一個建議而已 別人完全可以不理我的 那當然如果這個是 真的是一個建議的話 那別人想一想 也許會覺得說 對齁 那我們就留一些時間下來 然後大家在線上 可能Skype 或Hanout聊聊天 那這個時候 就新建一個協定 也就是說 協這個字 我們可以把它放大來看 就是說 大家去約好 某個共同的價值 然後呢 願意把自己的力氣 放在那個價值上 那在這個概念裡面 並沒有誰是主導者 只是說 我提出說 這件事情值得做 所以我們大家就來做 這樣子 那就是一個協定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面 從大家有可能遇到 大家要做事情 中間發生了什麼 就是大家約好 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的一個協定 反過來講 如果你就是 只是埋頭做 不管任何創作 或任何事情 但是呢你都不跟別人同學 然後呢 那然後呢 覺得說我自己做 做到完美就好了 這樣子 那這樣子也是一條路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可能你做的別人已經做過了 你做的事情 別人可能已經知道 是不可行的 或甚至你會不小心 傷害到別人 因為你自然做的事情 有打到別人的路 等等 就是說在沒有溝通的時候 是各種各樣的狀況 都會發生 那在這裡呢 就要特別講 因為這是虛擬世界裡面 最容易發生的事情 就是它是一個 腦補的副作用 就是說 這個在心理學上 叫做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的錯覺 透明度的錯覺 我舉一個實例來講好了 就是說 我常常演講的時候 我自己會很緊張 覺得說這個非常要緊張 然後呢 我就會產生一個錯覺 就是在場的所有聽眾 都看得出來我很緊張 事實上你們根本看不出來 對 那我演講的經驗多了 我就會發現說 好 其實大家都看不出來了 那但是呢 事實上大家之所以有雀場 有什麼這種狀況 就是這個透明度錯覺在起作用 也就是說 大家常常 如果你認知上面自己不做調整 就會覺得自己的那個內心小劇場 是在公演的 就是說 是別人看得到你的內心小劇場 事實上別人都看不到了 那但是 但是就是我們會有這個錯覺 就是覺得說 我的小劇場是公演的這個狀況 好 那這個狀況 透過網際網路 就特別容易發生 因為 如果我透過非語言訊息 還有手勢啊 表情啊 語調啊 那確實如果在座有很敏感的人 他可以偵測到一定我的情緒 可是我如果只是透過寫一篇文章 在網路上Facebook PO一段文章 真的是 對方 絕對不是透明的 他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我內心狀況 可是呢 就會有一些比較中二的朋友 那個會覺得說 這個他只要隨便寫一段 別人就應該要充分的理解 他內心的狀況 他覺得我都寫了 為什麼你們聽不懂呢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是透明度錯覺 在起作用 他把那個幻覺當作是真的 這樣子 就是你什麼時候產生了 你的內心小劇場 在公演的幻覺 這樣子 然後呢 但這種時候呢 就很容易 所以在網路上 就是 就是站 好 那就是 站穩嘛 就是 大家應該都有經驗吧 沒有經驗可能 就是換網路的時間 可能比較不夠久 就是 所謂自然文的意思就是說 我寫了一句話 我可能按了Enter 那我現在都還沒有寫完 然後對方就馬上回 說 可是你講這個有問題 明明就不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馬上按Enter 可是他也沒講完 然後呢 這個時候你就馬上開始調他錯字 或他語病 或這邊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人 開始填貓咪的圖片 然後之類的 然後就會 就會一路站到你 這樣子 那 對 那這種狀況 就是 在網路上面 虛擬社群也會發生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碰到技術問題 為什麼碰到技術問題 為什麼碰到技術問題會這樣 這也不只是在講 軟體或硬體技術 也包含 設計啊 就是動畫啊 所有這些技術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技術裡面 大家常常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找到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那俗話說最好是比較好的死 意思就是說 其實對每一個人來講 最好都不一樣 因為如果對每一個人來講 最好都一樣的話 表示這些人價值完完全全相同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理價值都不一樣 所以不管是什麼創作 不管是什麼系統 那個最好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最好 那但是呢如果沒有這個反省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那我要站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明明就是只做到九成好 然後我手上有一個十成好的 然後別人就會覺得說 那個什麼十成好 那個才兩成 對然後就會就是吵得不可開交 相信我看到在場很多朋友露出 這個好像心有欺欺焉的表情 表示大家有類似的經驗 好那這種站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你吵完一整天 到底有沒有東西被畫出來沒有 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做出來沒有 就是大概就是吵架而已嘛 那所以這個 那到最後就會有人PO一段說 好吧正常能量釋放 然後那可是事實上它是對事情 是沒有任何的進展 那在這裡呢 我們在網際網路工作組 就是建造網際網路的那群人 叫做IEDM 網路上的所有的協定 都是這群人所製作的 那這群人它是一個很鬆散的社群 你任何人PO一片email就加入那個社群 任何人都可以出現 任何人都可以依意見 任何人都可以來開會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從上而下的組織 它就是一群志願者 莫名其妙就把網際網路做出來了 這樣子 那在IETF裡面有一個講法 叫做 Rough Consensus 那中文翻成粗略共識 那IETF的名言就是說 我們不相信國王 我們不相信總統 我們不相信投票 我們只相信粗略的共識 跟晉級的城市 就是跟會跑的 跑得動的城市 這樣子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本來你要接受 就是你所覺得重要的 別人不一定覺得重要 你覺得這件事情 他應該這樣做 別人可能覺得不是這樣做 但是我們只要把那個東西 放到足夠洗 那大家可以有一個 粗略的大方向的共識 就是說那至少不是背道而馳 至少是說大概這個大方向 這樣子做 那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沒有關係 粗略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發展出 這樣一種網際網路的文化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透過這個血汗淋漓的經驗發現 如果你要求的共識程度 比這個更精細的話 就會變成我們叫做粗暴共識 因為英文rough這個字有粗暴的意思 那就會變成像這個圖片裡面的 這些貓咪一樣的狀況 什麼叫粗暴共識呢 粗暴共識就是誰有錢的時間最多誰 也就是說你只要每天不做別的事情 專心在網路上面站 你到最後一定贏啊 因為別人有別的事情要做啊 對不對 他要去這個做飯啊 他要上學啊 他要怎麼樣啊 那可是你就整天在上面站 那最後當然你贏嘛 可是那個贏是空的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事實上 並沒有真的說服別人 那這個時候 凡是想要精細的共識的社群 到最後都會落入這種粗暴的共識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些 實際想要做事的人 實際想要發展年紀關係的人 才會發展出 就足列公式的這套想法 就那我們大概同意就好 然後就各做各的吧 結果就不要再 再繼續討論 再繼續討論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所以一句話講 就是接受各種可能性 那你覺得怎麼樣好 就怎麼樣做 那請對別的做法保持 配方的態度 為什麼呢 因為在網路上面 絕大部分的創作 它可以分支 你覺得這個東西做得不夠好 好比像說具愛將 這個快兩年前 我覺得國教院做得重新過一次 也實在是爛頭 那那個網站呢 在手機上面根本就不能用 非常非常糟糕 那我們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自己重新架了一個網站 那叫做盲典 這是我上次講的主題 那但是呢 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在做盲典的過程 因為我們拋棄掉著作權 所以包含我們修錯字 我們包含把一些難的字 就是變成unicode等等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 國教院到最後 他們今年改版的時候 全部都合併進去了 因為我們拋棄著作權嘛 所以他們就可以全部合併進去 所以也就是說 一開始意見分歧 它不一定是壞事 它就是讓你試一條不同的路 那如果這條都做出來 真的證明是很OK的 那你本來那個上游呢 它就會把它都變進去 然後就變成 新的官方的版本 現在在手機上也可以用了 然後也把盲典這邊所提的建議啊 修正啊 全部都合併了進去 所以就是分支跟合併 它是議題的 可是這個是建立在什麼上呢 是建立在你願意公開的 把你每一個進度都發表出來上 你如果不願意公開發表的進度 然後自己就是必能造居的話 那這樣其實你的上游 根本不知道說 你對它有各種大場話對不對 就是你有各種這個不高興的部分 那這要公開講 那公開講的時候 當然這邊可能會有 決賽自吹自擂啊什麼的 但完全不是這樣 你要溝通才能夠學習 在網路上面呢 有一句俗話 大概已經二十幾年了 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問題 你想要得到一個答案 最快的方式 不是去問問題 最快的方式 是你提供一個錯的答案 你提供一個錯的答案 專家都會跳出來糾正你 說這個你亂講 什麼之類的 但你如果只是問一個問題呢 這個專家就去忙別的 因為大家都是看到 專家就特別不能忍受看到錯的答案 對 那所以就是說 你這個要問問題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你就亂貼一個答案 然後就會 就是這個專家就會跑出來 提供他的這個免費的基礎支援 這樣子 那這個萬事問 那那到 以至於到現在已經特別就是 就是還出現什麼 天才小釣手啊 什麼這種稱呼都出現了 然後什麼釣刀弧主啊 什麼就是 這種狀況都會出現 那那所以就是說 釣魚是很重要的技巧 因為我也要經常鍛鍊 那我就是 對 那我很喜歡的一個歌手 他叫做Lennon Cohen C-O-H-E 那他有一首歌我覺得特別好 叫做Anthony 就是 那首歌翻成中文是這樣子 就是說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英文原文是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就是說 你要先有缺口 先有缺陷 先有一個不夠好的單本 別人才有那個機會來糾正 你才有機會認識它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 完美再PO出來 你反而是沒有交朋友的那個藉口 OK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說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當然這個的前提是說 你的那個缺口是發生在公開的地方 就是論壇或聊天室 然後有人去找到 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說幫你的專案取得很好聽的名字 他比如說蒙點 臨時政府 就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別人在搜尋的時候 才能夠找得到你 那同樣的 當別人透過搜尋 運行什麼來找到你的時候 然後來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很認真的回應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它提供了一個不完美的答案 那樣子的認真的回應 而不是說 你只要去看說明書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概念呢 我們在學歷上面叫做 社交網站 什麼叫社交網站呢 大家應該有用過YouTube吧 好 都用嗎 沒有用過YouTube 可能比較少見 好 YouTube是一個很有趣的網站 這個網站上面呢 你看到一支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那個影片 認識通那個影片的人 你如果按他的頻道 你可以看到他別的影片 對不對 那你從那個影片 你又可以認識更多人 因為別人會在底下留言 當然大部分人都很重要 但是裡面也是有一些 很有用的留言 然後你就可以從那邊 認識留言的人 也就是說你繞著一個東西 可能它本來只是一段短片 你可以互相留言 互相討論 互相連結分享 互相做各種各樣的心情的時候 它就從一個物件 從一個object 變成一個社會物件 social object 你可以繞著它 做很多事情 那這個也是社群存在的基礎 所以如果你的 告訴別人是說 那你回去翻字典吧 你回去看什麼的話 那你就是 怎麼講 斬斷它的回結 就是說你讓人 他沒有辦法跟別人產生連結 你讓他去說 那你回去跟書打交道就好 不要跟人打交道 那這樣子社群是長不起來的 所以就是盡可能的是說 那你來跟人打交道 不是回去自己 一個人埋頭跟書打 所以 你就是說 不要告訴別人說 你從一開始就不該發文 要培養溝通的意願 不管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所以說 在這裡面 我剛剛講了一大堆 看起來充滿正能量的 就是每天來點正能量 對 那 那 就是說 就是彼此鼓勵啊 這個彼此發文啊 彼此支持啊 對不對 就是超級正能量的 但是其實在台灣這邊 我知道香米的文化 並並不都是正能量 然後 很多人只要 我剛剛 那一套講法出來 就會有人開始說 那就是 就是自海 那不然的話呢 那就是小圈圈 不然就是取暖 取暖 取暖這個字現在還有在用 那所以 就是說取暖啊 自海啊 小圈圈啊 一般來講就是用來形容這種正能量社群的方法 然後那可是就是說 要知道 我們剛剛在講的是說 一群人要做創作 那尤其是對新手嘛 他從來沒有做過類似的創作 那就像是在冬天 一群人要去攻頂 要去爬四千公尺的高山 那你在爬高山之前 一群人圍著 小圈圈 取暖 四海 那個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你要是沒有這個 你就凍死在半路了 根本就 就沒有辦法爬到那個山峰啊 你一定要在一開始 就是大家聚集的那個營隊的地方 先取暖 自海 小圈圈 都是不可或缺的 你要先建立的這種 好 大家對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大家對大家都沒有惡意 你才真的能夠去做 其實有時候很困難的一些 一些專案 去填一些坑 去做一些創造 那這個東西在心理學上面 叫做 Basic Assumption Group 那就是基本假設群體 就是你要先滿足一個群體裡面的 這些基本的假設 你才能夠去做 我們叫Working Group 去真的做工作 然後 那這一次我有特別跟 就是同事的老師說 我們這一次的題目 都是開放的題目 後來不會靠選擇題 所以這些做筆記 就是如果你想要Google 再做筆記就好 這些不會順便來聽 好 OK 繼續 那 當然 就是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那但是事實上 還是有可能要批評別人的地方 諮詢科學裡面有一句俗話 就是說 諮詢科學裡面最難的 只有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 是取一個好的名字 這個我剛剛講過了 第二件事情 是什麼時候要清掉快取 什麼是快取呢 快取就是 就是你看了一個網站之後 你的瀏覽器 把這個網站的某個版本 存到了瀏覽器裡 麥克風沒電 然後 那 所以你下一次 在打同一個網址的時候 即使你的網路斷線了 那個你的網站 也還是可以顯示出來 上一個版本 這個東西叫做快取 Cash 那 但是如果 Cash沒有清 你的快取沒有清 就會變成網站 明明已經改了功能 可是 你還是在看到舊版的 那什麼時候 清快取是一個 非常非常困難的問題 在諮詢科學裡面 所以 那個俗話就是說 自訊科學裡面最難的兩件事情 一個是取名字 一個是輕快取 還有一個是 不要不小心多算一個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底下 輕快取 我們放在人際關係上面來看 就是說 比如說 在自訊科學裡面 因為很多人是從零開始輸 所以你就會不小心多算一個 比如說 臨時政府 它的 我們一開始的那次黑客聰 各都第0次的黑客聰 然後接下來才是第1次 第2次 第3次 所以事實上 我們所謂的第1次黑客聰 其實是第2次 所以就會很莫名其妙 不小心多算一個 那這個是很窄的部分 就是今天討論的部分 今天要討論的是快取 快取呢 在人際關係裡面 就是我們叫做刻板影響 或者是說你對你的現實的認知 還停留在以前的狀況 那我們要批評別人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他已經脫離現實了 他還活在2年前 3年前 5年前的那個狀態的印象裡 這個時候你可以批評他 但是你批評他的方法是 你很友善地說 你3年前5年前 記得的那個樣子 是那樣沒錯 可是現在世界的狀況不一樣 你要不要清一下你的快取 你腦裡的快取 那就是這樣子 那不是要求他一定要接受什麼 只是說你請他重新看看這個世界 那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之前尼泊爾大地震 這是加德滿都 那在加德滿都的周圍 就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地震 各位可能還記得 那當時呢 我們就是糾集了非常多網路上面的朋友 參加了一個叫做開放街圖的一個計畫 開放街圖 那這個計畫呢 那這個計畫呢 基本上就是在說 地震前的衛星影像 我們把它割成一小格一小格 然後呢 我們請每一個朋友 自己打開電腦去看一小格 去標哪些地方是路 哪些地方是房子 就這樣 就是路是線段 房子是一個點一個點 然後呢 在地震後24小時 衛星公司捐出了他們的土資 所以說呢 我們就有地震之後的狀況 然後呢 我們就再邀請了2000多位朋友 然後呢 去把它切成一小格一小格 來標地震之後 哪些路本來有的 現在斷了 哪些房子本來有的 現在倒了 哪些地方本來沒有房子 突然出現難民的 就是臨時的帳篷 這樣子 那所以到了第三天 就是就在黃金七十二小時嘛 到了第三天 聯合國跟紅石字會終於到了的時候 他們手上就有一份非常完整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地震前的地圖 只有加德蘭都市附近 但是地震後 是旁邊所有的小路 包含連外道路 全部都透過網友的這種群 群力啦 就是2000多個網友 裡面大概200多個是台灣這邊 這邊來的 去把它這個補上這樣子 那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人道救援的工作 對 那在這個工作裡面 在一開始 我們不小心取得了太多的媒體的曝光 是因為幫忙寫這個 怎麼畫地圖的交程的 就是林宇昌 他被蔡準總統這個轉貼了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蔡英文總統 有很多Facebook上面的Follower 所以說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很棒對不對 我們趕快就是來參加吧 那可是呢 裡面有另外一個Facebook的專頁 我記得好像是說什麼 鄉民與不孝雄還是什麼之類的 某一個專頁 某一個Facebook的page 那這個page就很帥 他就是說這個 這樣子做事是不對的 是不好的 那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說呢 是因為有一個 我記得是聯合營營吧 就是某一個媒體吧 他去訪問一個人 叫做徐子函 徐子函呢 他是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花了非常非常多力氣 做同樣的事情的一個社群的前輩 然後呢 我們知道莫拉克風災 它是發生在就是蠻久以前了 可能2006嘛 反正就是快10年前 2008 就是蠻久以前的事情 那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呢 他覺得就是伺服器的那個頻寬 伺服器的資源是非常珍貴的資源 只能夠讓專業的救災人員來使用 因為只要一下子湧入上千人 那一台伺服器就當掉了 然後結果就是所有人 都沒有辦法真的做地圖的製作 跟救災工作 所以他在訪問的時候就說 這個蔡淳總統這樣子分享出去 會有很多就是比較不專業 第一次畫圖的人來 可能會佔用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伺服器的頻寬 或什麼之類的 那說不定還反而拖延到救災工作 那所以呢 這個就變成就在網路上開戰了嘛 對不對 到底邀請兩千個人起來畫地圖 是一件好事還是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這裡的重點其實 並不是價值有任何的差異 而是說 在七年前或八年前 當時我們還沒有所謂 云端運算的這個概念 我們叫做elastic computing 就是有彈性的運算 你在有彈性的運算 就是你來一千個人 我就開兩台機器 來一萬個人 我就開二十台機器 你信用卡刷下去 突然就多了十倍的機器 這樣子 那以前還沒有這種技術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一台電腦能夠運算多少 那個是要總量控制的 所以我去跟徐子函溝 溝通的時候就是說 很肯定他之前 在莫拉克的時候有貢獻 而且他當時的 那些所有的經驗 都是對當時很重要的 可是現在呢 那我們有兩個嘛 一個是說硬體可以隨時擴增 第二個是說 隨時有新手來的時候 我們有二級二神 或三級三神的制度 透過機器學習 透過人工智慧 透過這種peer review的方式 就是同拆盛產的方式 來看說哪些人是來亂的 哪些人是真的來貢獻的 那因為現在這種東西 發展得非常好的 所以說我們即使是 就是那個吞吐量 可以到兩千個鄉民同時進來 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 有意義的貢獻者 那但是我很肯定就是說 以前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如果有兩千人一起來 那機器確實是會當掉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說 事實上並沒有對錯 只是說他腦裡的那個快取 可能停留在 他上次參加救災的那個時候 那我就請他 你回去看一下 大家的社群裡面的記錄 那他就去看 去看的時候 他快取就清掉了 那他就公開說 對齁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有新的方法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就是 糾正別人的方式 就是說 並不是說你提他高一等 或你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 只是說可能他快取很年輕 那當然在這裡面 就是並不是 每個人都像子函 或者我這麼好溝通 對 這個在網路上面 通常是不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 當你去糾正別人的時候 別人可能還不客氣 別人來糾正你的時候 可能更不客氣 那這個在台灣 叫做打臉 打臉 就是有些人是很用力的這樣 那但是呢 別人客不客氣 其實跟你 要從裡面有什麼感覺 其實是可以拆開來看的 也就是說 假設他寫了十句話 九句都是人身攻擊喔 但是裡面有一句 是對你真的有幫助的 他真的分享他的經驗 和資訊什麼 那你就當作那九句 沒看到就好了 那一句還是 是可取之處 可取的意思是 你可以拿來用 對 所以保持永遠 那這邊是我的個人的愛好 這是我的興趣 我的興趣是叫做Troll Hugging 就是擁抱小白 據說現在台灣小白這個字也不在意 大家都用除這個字 好 那所以就是擁抱小白 擁抱除 那 好 除 就是Troll Troll Troll 好 在這邊有笑出來的人表示 有在混那個Comicon 或者是有在混PVT 然後有在混Balhampton 那如果沒有笑出來的話 可能還停在小白的上一個階段 好 那總之呢 就是都是線上社群 小白的意思就是 年紀小的白目 那白目的意思就是 無法理解別人的肺語言喧息 對 好 OK 好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網路上 語言演化是這樣非常快的 就是說一個字它可能十年之前提出 五年之後它已經各種變形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呢可能它在 又過了一兩年就沒有人用了 然後在某個社群就已經換成別的字來表達同樣的意思了 那這個語言演化比一般的 實體世界演化是可能快十倍左右的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 一開始要問大家再問哪個社群也是 為了說這樣子我能夠用大家理解的詞彙 因為每個社群真的用的詞彙都不一樣 好 那 OK 所以什麼叫做擁抱小白擁抱除呢 就是說小白也好 Troll也好 不管你把它叫什麼名字也好 中二也好 對不對 有很多講法嘛 它來亂得 對不對 也有很多嘛 那它其實就是想要在網路上面獲得 它在真實生活裡面得不到的那麼多主意 OK 這個是最基本的 它在現實生活裡面得不到那麼多主意 它發現在網路上面只要偷幾個驚嘆行或什麼之類的 它就會得到很多別人的主意 或它以為得到別人很多的主意 別人可能其實只是複製鐵掌 但是就是說 它覺得說它得到別人很多的主意 可是這個東西是吃不飽的 就是說 它畢竟沒有真實的交談 真實的擁抱 真實的這些東西來得讓人滿足 所以它那個主意力的匱乏的感覺是 並不會因為它來亂然後引起大家的主意 然後它明天醒來就覺得說 這個我吃飽的 沒有這種事情 但明天醒來還是覺得說 那我再去哪個社群鬧一下這樣子 那所以說 就是這樣子來亂的人 他心裡面他需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需要擁抱 他需要人的接觸 他需要注意力 OK 那所以我的愛好 就是我的興趣 就是跟這些人一直互動 一直互動到他不來亂為止 但是非常非常花時間的一個興趣 跟別的其他運動人花的時間都差不多 那我不是要鼓勵大家 一定要培養相同的興趣 我只是解釋一下說 就是有人來亂 是跟他講話講到他不來亂 如果你對這個過程有興趣的話 他具體是怎麼操作的 OK 那大家在站穩的時候 這個我剛剛講 就是很多都是打一行 你按Enter 那下一個還沒有打完 別人就也回了一行 然後按Enter 然後雙方就非常非常站起來 那這個呢其實是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文叫快思漫想 對不對 快思漫想這本書裡面 可以講嗎 就是我們腦裡面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快思系統 一個是漫想系統 那快思系統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偏見 或者說 就是比較衝動的 它是按照過去發生的事情 不看現在實際的狀況 做出一個這樣快的判斷說 這個人就是敵人 這個人就是朋友 這個人就是來亂的 這個人就是 就是怎麼樣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在就是網路上面 特別容易觸發 因為網路完全沒有時間的差距 別人從送出E-mail 到你收到E-mail 可能只有一秒鐘的時間差 所以每一封E-mail 都是現實郵件嘛 就是特快件 這樣 所以就是說 當你看到的時候 你那個快思的系統 會馬上啟動 那如果你在那個啟動的當下 你馬上就寫了那個系統 告訴你的訊息 那幾乎都是 讓人覺得很不爽的訊息 然後你就按送出 然後別人又會 然後又送出 然後就會越吵越兇 那但是呢 如果 雙方要不要在網路上面 站得很嚴重 然後呢 有一方說 好那我接下來兩個小時 我一行都不貼 或者是說 我在Skype 我一句話都不講 然後接下來兩個小時 你就把你想講的話講完 然後講完之後 我再來回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根本就吵不起來 OK 好有人點頭標 是說 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說 如果你 就是Engage 就是 進入那個慢想的系統 絕大部分是能夠 有理解現實的 知道說 目前這個狀況 到底是什麼 所以它才會講出這句話來 才能夠完整的表達它的意見 完整的表達完之後 就會發現 其實大家本來看法 並沒有那麼不一樣 好 那在這裡呢 我要講一個很窄的事情 就是 有人 有人知道404是 什麼意思的 可以舉個手嗎 在瀏覽器裡面 看到404 不錯啊 蠻多人的 大概有 快兩成嗎 好 有人可以說一下404在瀏覽器裡面 是什麼意思嗎 怎樣 對啊 就是網頁找不到 網頁找不到 對 那四浮覽器發生錯誤呢 事實上是500 但兩種狀況就是 都是瀏覽器 會報的錯誤訊息 404是說 你打了一個網址 可是那個網址 並沒有那個網頁 的時候它會跑出404 not fine 那有那個網址 可是它那台機器當掉了 的時候它會毀500 意思是說 我當掉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當年在定 就是web的時候的一個協定 叫做http 大家應該認得這四個字吧 不認得應該 不可能吧 OK好 那http就是所謂的 超文本傳輸系統 它就是web的一個 互相的協定 就是你的瀏覽器 跟對方407那台電腦 講溝通的方法 就叫做http 那http裡面 它定義有五種不同的狀態 就是說你的瀏覽器跟四個字 其實要一個網頁的時候 它可以回五種不同的訊息 好 那它只要看開始的那個數字 那這五種訊息呢 我們套用到人跟人之間的交談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100的意思 是說 我聽到你說的話 請你繼續講 我還沒有要講話 請你繼續講 好 那 呃 是否是有時候會回傳101 101的意思是說 你講的語言我聽不懂 你可能要換成英語 或者是換成就是華語 或換成別的語言 就是請你換一個語言講 好 所以100是繼續講 101是繼續跟它換一個語言講 200是 OK 我聽到了 我聽到你說的話 201是 我聽到你說的話 然後這是我覺得 你說的話的意思 OK 所以20010是我聽到的 201是我聽到的 然後它在我心裡建立了 怎麼樣的一個影像 所以我很簡短的重述 我剛剛聽到 300跟301 分別意思是 300是說 這件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別人 你可以去找那些別人講 301是說 這件事情應該去找 某一個特定的別人講 去找另外一個人講 那我們在做 擁抱小朋友 可以積極聆聽 或者是所有的這些聆聽的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說 我們只要用這三種方式來回應別人 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可以請他繼續講 可以說這是我聽到的意思 可以說我聽到了 可以說我聽不懂你用的字 你要不要換一些說法 你可以說這件事情 可能不適合跟我講 你可能更適合跟某些人講 或我們需要聽多一點別人的意思 但是就是到這裡為止 剛剛這邊的朋友所說的這兩個 翻成一般人記的中文是什麼呢 四開頭的都是說 這是你的錯誤 五開頭的就是說 這是我的錯誤 對不起 也就是說 當你看到網頁錯誤訊息的時候 它如果四開頭的意思 就是說 我明明沒有這本書 為什麼你要來借這本書 這是你的錯誤 四開頭就是這本書 那五的意思是說 我有這本書我應該借你 可是我這個讀書館失火 所以我機器當掉了 那這是我的錯誤 好 那我們在做幾集聆聽 或者是我們在溝通 或者我們在擁抱小白 擁抱褲 擁抱中二的時候 基本上做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他講的十句話裡面 可能九句是人生攻擊 有一句話呢 它是比較有建設性的 甚至他那一句話 也不是有建設性 只是可以做那樣的解釋 好 所以總是有一句話 是比較有建設性的 這個時候你就指揮那一句話 當作那九句話都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說的嘛 就是說來亂的小白 他就是需要注意力 所以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讓他知道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話 才會得到注意力 所有的其他九句 人生攻擊 或罵人或什麼東西 你完全不要理那些話 你就讓他知道說 他所渴求的那個注意力 他用那種方法是得不到的 OK 那你對於那一句 可以認真回應的那句話 你的回應就是所寄進去去說 或者是我聽到的意思是什麼 或者說這件事情 我可以聽你很明顯 那就不要去說 你會這樣講是因為你的錯 或者你這樣講是我的錯 不要去急著分誰對誰錯 那你只要一直運行這個協定 大概一兩天 就是不管是怎麼樣來亂的人 到最後都會改協規程 因為他大概有很強的動機 就是需要注意力 那你一直示範給他說 你透過成為社群 有建設性的一份子 你才能獲得注意力 那他到最後就變成社群一份子 這樣子 而且王還是真的能提出風險的一份子 那以上的這整套訓練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同理性這本書 Empathy 那它裡面有更詳細的介紹 就是你要怎麼樣培養投資性 怎麼樣透過他的經驗 透過他的經驗 透過他分享的經驗 來知道說 就是對方是怎麼樣來到 他生命裡的這個點裡 所以這個叫Fusion Horizon 就是世欲融合 就是我看起來的世界是這樣 你看起來的世界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共享同一個世界 所以裡面一定有 某些融合的地方 那透過我們剛剛這樣子 一整套動力性的方式 到最後就會變成說 我看到世界跟你看到世界 好像融合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才能夠達到 我跟土會說 就是互相協作的這個狀態 在自由軟體的世界裡面 常常會有造神的狀況出現 然後在別的社群裡面也都一樣 在網路上特別容易造神 造神一點好處都沒有 但是呢 但是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你就是真的只看到 一個人的一部分 然後你就會放大那個部分 所以它可能在某個地方特別厲害 那這個叫光圈效應嘛 Hello Effect 就是說它某個方面真的很厲害 但是你又沒有看到它別的方面 所以你就想像說它各方面都很厲害 那這個根本就不是這樣 好 那所以一個是說 根本就不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說 這樣子對專案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如果看起來 就是它發起的那個人 然後比方說寫Linux的那個人 它作業系統的名字就叫Linux 也就是說它拿自己的名字 當作業系統的名字 那用現在講法就是很狂 對 然後那很狂 那這麼狂對不對 那其實是沒有好處 所以它後來自己也檢討是說 其實它越放開 越讓別人來做 越承認說 我就是 怎麼講 做得沒有大家好 這樣子大家才會願意來幫忙 就剛剛說的就是 萬物都有缺口 就是光的入口嘛 所以Linux後來呢 他又發起了第二個軟體專案 就叫做GIT GIT 這邊可能就要用 就是有學軟體工程的人 比較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GIT這個版本控制系統呢 他開玩笑說 我一輩子只做兩個專案 這兩個專案都是用我自己來命名 為什麼呢 因為GIT在英文 尤其是英國的英文的意思 就是阿呆 就是呆呆的 不太行的人 笨笨的 這樣子 好 就是三個傻瓜 那種傻瓜 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經過快20年的時間 這個人他成熟了 他從這個很狂的中二 變成是說他的專案是 用他自己這個阿呆來命名 意思就是說 全網路的各位都比我聰明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加入 然後把這個專案做得更好 那所以他這個專案的成功程度 遠超過Linux 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 那這個後面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有一首詩嘛 就是No one is an island 對不對 就是有生非孤島 也能獨自成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他其實都是透過跟別人的連結存在的 剛剛講的那個Linux 他寫城市真的是很厲害 但是他發光發熱再厲害 他就是同時往那個方向照 別的事情好比像說畫logo 設計logo 或者是做演講 或者是做動畫什麼東西 他事實上是不行 他比一般人還不行 這樣子 所以說他如果不去結合 有別的才能的人 他的專案是做得起來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保持謙虛嘛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承認說 好啦我其實只有寫 白門空氣系統很厲害 別的部分我都是阿呆 那的話 那別人事實上是不會來幫你嘛 所以是要保持謙虛 那這個在自由人體界 或開放緣馬界 有一句話叫做Worse is better 那這句話 一直沒有很好的中文翻譯 那後來我就有一天 靈氣一動 就想說那我就把它翻成 劣吉士夯 那劣吉士夯的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不管再爛的東西 好比像說Jama Scream 是一個很爛的語言 那只要做的人不怕丟臉 把它放出來 讓全世界的人用 而且承認說 對啦這就是很爛的語言嘛 那全世界的人都會這個來 然後來幫忙他 然後到最後現在就變成 整個網路的國語 沒有人能夠不學Jama Scream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不怕丟臉 然後呢 情人說自己做的就是很爛的 那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在臨時政府的另一次 我們在中研院 有兩個臨時政府的發起的人 他們都是非常會寫成事 那他們設計那個Logo的能力呢 我相信在場的每一位都比他們厲害 這個真是醜的醜爆耶 就是說你要設計比這個醜的Logo 你還要花一點心思 對 然後 要用比這個醜真是不容易 好那他們就是基本上就是開 我不知道是小畫家還是什麼這個文字編輯器啦 然後就隨便打臨時政府然後壓扁 然後就是以前有人用過舊版的word 叫word art 就是你稍微把它壓扁一點點 然後就長這樣 好 那這兩個很不怕丟臉的軟體工程師 就把這個用好像A2吧 反正就是印成這個很大的這個壁豹 然後就貼在那個中研院的白板上面 然後就說我們來辦一個黑客宗 這是臨時政府這樣子 那在場就有一位設計師 姓吳 吳亦文 那他在場 然後他本來是想要來做一些專案上面的貢獻 那可是他看著這個Logo 他就有一種渾身麻痹的感受 他在臉書上 我說我完全動彈不得 我就是這麼醜的東西 我今天如果不做出一個比較漂亮的版本的話 我今天不用做別的事情這樣 這樣張圖人物設計師 然後那 對 所以這個時候他那一天真的就沒有做別的事情 他就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花出了距離野心的Logo 就像你一言我一語 然後又用放大鏡檢視政府資料 又有投票等等 這樣他花一整天的時間做這個 所以他做的什麼 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很在乎嘛 所以他就痛苦了一整天 然後就變出這個東西來 那他變出這個東西來呢 當然呢 他也承認說 他也拋棄著作權 就像一開始的兩位一樣 那他拋棄著作權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別人用別的角度 可以去把它做得更好 很快的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Logo雖然很漂亮 可是他在小的手機螢幕上 會看不清楚 而且很多人會把它看成GQV 那 所以我還為此特別去註冊 GQV.TW這個網領 因為我會打錯 然後打錯之後 我還把它重新導向為G01 那所以顯然是有改進的空間 所以後來又有一個新的版本出現 那現在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版本 那如果只有在手機螢幕上 就只顯示中間那個零 這樣子 那所以以視覺設計 以VI來講 這個VI還不錯 並不是就是跟其他人也沒有重複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是零食政府 那所以是一個還不錯的VI 但它也不是完美的 所以各位如果學VI的 可以請幫忙繼續改善 那當然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如果一開始那兩個阿宅 不是不怕丟臉 把這麼醜 已經醜得很爆的東西 貼出來 它就沒有辦法惹怒設計師 然後就沒有辦法 讓那個設計師 花一整天的很痛苦的時間 生出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那如果不是中間 大家都不怕丟臉 然後拋棄掉著作群 後來我們也沒有這個 真的很漂亮的版本可以用 所以這邊要講的就是 就是練習式方法 就是說你一開始很爛的版本 丟出來 然後呢說這就是很爛吧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然後就會有人跳出來 然後改 然後把他們放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的重點是說 你一開始不去排除 後面上我們在做盟典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說 這是台灣人的詞典 我們是台灣人的交往 我們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說我們是拋棄著作群 一個人 那他其實寫原上跟漢族 或者我們這邊原住民族 一定的關係都沒有 但是呢他非常喜歡 Marshal Arts 就是中國功夫嘛 武術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他就去學那個日本的 好像柔道還和其道忘記 然後呢他老師就教他說 可是你真的要厲害的話 那個功夫啊 你還是要學太極啊 學這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又跑去拜師學藝 就是他很年輕的時候 可能十三四歲 然後呢教他那個老師呢 剛好是用就是Bruce Lee 李小龍 現在還有人記得李小龍嗎 還沒記得李小龍 好太好了 他用李小龍那一套去教他 那如果有人看過 節圈道的那個教程的話 就會知道說李小龍 是用大量的古代經典 在講他的東西 就是老子啊 道德經啊 然後什麼就是 孫子兵法啊 所有的東西 李小龍他不是學哲學的嗎 他就是用這些東西 來說明他的武藝 那所以PF 他在學這個文化的過程之中 他就覺得說好 那我要看懂道德經 他完全是學法文長大的 他就想要看懂道德經 那他老師就說 那你要看懂道德經 你就要先去看當時的字典 那是什麼呢 是說文節字 徐勝的說文節字 所以他是先學古代漢 再學近代漢 他完全一句普通話都不會講 但他就是看說文節字 然後去學會 就是老子那個時代的中文 然後去把道德經看懂 因為他想要了解李小龍的世界 這樣子 好 那所以是很有趣的一個年輕人 那這個年輕人呢 他後來就加入了農典的團隊 那他現在跑來住台南 然後就是算是交換學生 因為他要我們不可以叫他PF 要叫他Agile 因為PF或者說Peter 在拉丁語裡面的意思 就是石頭的意思 那而且他是學台語 他先去學武漢語 然後學台語 他現在台語講的比我還好 然後所以呢 他就是很很認真的說 你不可以把我當外國人 就是要用台語稱呼我 然後台語的蒙典 基本上現在就是他在幫我們開發 然後吳舟李老師 他捐出來的那個就是 吳舟李台日活用 台語 國台活用詞典 就是他幫忙 變成了維基百科的一部分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如果一開始說 我們只限制台灣人 才能夠參加蒙典的話 我們就沒有這種 你要說他是哪一國人呢 的這種已經是一個跨越 不只是不同的地區文化 也是跨越不同時代文化的人加入 那事實上 絕大部分的貢獻 都是這樣子的人做出來的 那所以你一開始 如果排除掉這樣子的人 那你就 你的專案是做不到的 所以重點就是 要創造一個安全空間 如果有人不想要 被當作外國人稱呼 我們就不要叫他 就是阿兜啊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是叫他阿兜 那如果有人不想要被當作 就是 就是 被討論的對象 或是有人想要focus在他的貢獻 不要討論他的什麼別的部分 我們就尊重他 每個人尊重每個人 因為這樣子我們可能欣賞不同的社群 跟他們獨特的 協作的方式 這個其實有一個社會學上面的一個 非常非常專業的名字 叫做intersectionality 然後 然後 這個因結實在太多了 中文翻譯結構交織 就是交織性 structural intersectionality 它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各位都會有一些地方是強勢的 它不像說如果你看樹本 那你就是有文化資本去理想 那但是呢 說不定這個你在別的部分 是處於弱勢的 可能是經濟上面 或者是在社會階層上面 或者是你住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身心有一些障礙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優勢的部分 強勢的部分跟弱勢的部分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說你拿你自己弱勢的 那個時候的經驗 去推進結 去理解別人在 你強勢跟別人弱勢的那個時候的經驗 它就在說所有的弱勢 其實都是一國的 而既然我們都有某些方面是相對弱的 那大家都是一國的 那是要這樣子的去看待 那舉例來講就是說 像以前在南非在種族隔離的時候 它是分成黑人區跟白人區 就是上不同的學校 坐不同的公車 就是完全彼此不相往來 可是如果是我們現在過去 就很尷尬 對不對 你問歐巴馬他是黑人還是白人 對不對 他就是父母一半一半 那這樣子他到底算什麼 那或者我們過去 我們講這樣子 我們要住黑人區還是白人區 事實上是不可能去那樣子分的 OK 那所以同樣的 就是我們像在做鄰居政府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分說 你就是寫成詩的 你就是不寫成詩的 你就是這樣 就是那樣 就是沒有這種二分的概念 如果在場 我們這邊有一百多個人 那就是有一百種人 那要有這樣子的想法 你才能夠不把人分成兩種 或者三種 那你不把人分成兩種 或三種 你會發現說 你在弱勢的時候的感覺 跟別人在弱勢的時候的感覺 是共同的 那這樣子才真正有所謂的真重可 好 那以上是差不多人際關係的部分講完了 那最後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 各位如果有挖坑 或者是有跳坑的經驗的話 就會發現說 你跌進坑裡有時候爬不出來 那像我之前做那個 今天還有介紹的Pro6的那個專案 我2005年掉進去 它我們2015年底才做完 所以這個坑一做就是十年 就是掉進去就十年才爬出兩張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它是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那當你承諾說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是讓雙肩扛傷重量 那當然這有好處嘛 就是它讓我們進步 它讓我們變成更加勇敢的人等等 那但是事實上是很廢 那在這裡面就是要知道自己身體的極限 因為我們常常在網路上做創作的時候 我們是忘記掉自己有身體的 如果有人有創作的經驗的話 知道是說在創作的狀態裡面 什麼飢餓啊寒冷啊睡眠啊 這些都是完全忘記的 就是說你就是完全忘記自己有身體就會死 然後等你作品做出來了 你忽然昏倒了 然後過了15個小時再醒來 對 因為你的身體這個被你被你拋棄了很久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各位在年輕的時候 我在年輕的時候 這個48小時不睡 72小時不睡 那是常態 一般都是這樣子的 那但是它不能一直這樣子 而且後來也發現說 這樣做出來的品質也沒有特別好 就是說當你忽略掉你的身體的時候 你也是忽略掉你創作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第一手經驗 你對當下的感受 你跟環境 你跟人的互動 到最後那些東西才會變成創作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我們一開始在學習一個技術 還沒有很熟的時候 其實那些東西是好像要讓人分心的 所以就會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專心練那個技術 可是技術練到一個程度 就會變成藝術 就是你技術已經夠熟了嘛 那接下來就是你表現自己 當你變成藝術的時候 其實就是留很多時間給你的身體 你才有藝術的養分 你才有東西可以畫出來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我並不是說大家不能熬夜 熬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重點是說 要照顧到自己身體的需求 然後要知道說 未來這個身體所有 從這個現實界帶給你的東西 會透過你的想像 轉換成別人能夠理解的符號 這個才叫做藝術 就是從現實 經過想像 轉換成別人能夠理解的符號 這個是所謂的藝術創作的一個過程 就是拉長一個想法來看 那 就是使用生命 然後 那他之所以提出這個想法 或者說最近阿綱本 也是一個哲學家 提出一個想法 就是在覺得是說 我們常常是反過來 我們沒有自我治理 所以就讓別人治理 有點像奴役的感覺 那這個呢 如果有參加過 好比像說派婚紗的朋友 就可以就可以理解 它是一個反過來的程序 就是說你也限了一套符號系統 覺得說這個 患上要拍怎麼樣才美 或者說你一定要去哪裡去 或一定要拍什麼角度 然後呢 它反過來限制我們的想像 然後呢 限制想像之後就變成說 大家都畫的時候 畫成一樣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或成形成一樣 然後呢 畫完之後呢 就回過頭來限制我們的身體 然後我們身體就要很僵硬的 在某個地方 這個一定要待這個半個小時 然後陽光到正確的角度 甚至說OK了 然後我們才能走 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就不是藝術啊 這個很明顯它不是藝術 它就是一個符號的自治而已 你變成符號載體 可是那是因為你沒有自我治理 你沒有使用自己的身體 進入想像 產生藝術的習慣 那如果有這個習慣的話 就不會反過來被治理 那所以在一直練這個時候 當然可能有一天會發現說 欸 沒有辦法再負起這麼多責任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交法 就是要把你本來正在做的事情 交給別人 那我們在G0V 就是有一句話嘛 就是說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 先承認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 G0V裡面的人都是沒有人 我們都是自稱弄法人這樣子 那 所以就是說 也有一句 另外一句話就是說 只要你真心想填一個坑 全宇宙的沒有人都會來幫你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就是莫名其妙冒出你 不認識的陌生人來幫你忙 可是這個的前提就是說 你每一次做到一個程度 像剛剛G0VL 畫到一個程度 你就要把它丟出去 就說好那我現在去忙別的了 而且我也不再管 然後別人看到這個 有點像是 就是怎麼講 被棄製的東西的時候 它才會有撿起來的感覺 如果你每天積積穎穎 就是說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那這樣子別人其實不會來幫你做 所以就是說要不斷的交接 然後不斷讓大家知道說 創作的過程是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循環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那這樣子到最後才能夠減少 自己肩負的一個責任 那我很喜歡這個比喻 就是說 台灣常常是說 大家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或者什麼小孩要贏在起跑點上 等等 那 這其實是我弟弟啊 黃宗浩 他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 當你接到那個接力棒之後 你就轉身 往自己想要跑的那個方向跑 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你自己決定你的目標在哪裡 所以你只要開始跑就贏了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大家會要比較說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是你今天預設的時候 所有人都要往同一個方向跑嘛 你猜有說跑得遠的人贏 跑得近的人輸嘛 那你只要接到棒子 就開始轉身 往自己想要跑 那個方向跑 我今天接的棒子 我就是跑去 跑去這個合體散步 那這樣你就贏了啊 對不對 因為那就是你自己的目標嘛 那在這個時候 交棒才有意義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開議員的時候 就是說 你拿這個東西去做隨便什麼應用 是你覺得重要的應用 而不是我覺得重要的應用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覺得說 那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有一天會被忘掉 有一天會消失 那都沒有關係 因為別人已經在 往新的方向做創作了 所以就是一直回來想說 想來繼續這個工作 往他們自己的方向走 那張璇 這邊有人知道張璇嗎 張老闆 好 張璇是有一句歌詞我很喜歡 他是說 時光穿梭 我們不在彼此左右 只在彼此其中 就是說 在所謂的虛擬世界裡面的人際關係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不在彼此左右 但是我們在彼此心中 我們越能夠透過這種虛擬網路彼此 就是交換彼此的工作等等 我們就創造更多 別人在腦補出我們的一個分靈體嘛 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一個印象這樣子 那在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原來這個文化 或說這個創作是比我們大的 藝術的傳統是比我們大的 文化的傳統是比我們大的 科學的傳統是比我們大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只是接到一點點火種 我們把它再燒得好一點點 然後再傳給下一個人 那所以所謂的彼此其中嘛 就是我 大家都是彼此的分靈體 就是說 即使你今天不在了 即使你今天去做別的事情了 只要你有充分的完成剛剛的那個循環 別人是能夠完整的記得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然後把你在做的事情做完 對 最後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請保持歡樂的心情 然後帶著笑容分享喜悅 我們最一開始就是說 大家在虛擬世界分享自己的創作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很高興嘛 那那個很高興的感覺 不要忘掉 那這也是把我的一個翻譯 就是Optimus的Fund 樂趣悠閒 也就是說 這個意思就是說 網際網路它提供給我們一個穩定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保障大家的通訊的自由的 是保障大家創新的自由 這個不會斷面 我們透過社群 我們可以跟這個結構做出連結 所以不只有穩定的結構 我們還有社群的連結 因此 我們就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可以不斷地做這個事 然後你才會有一個什麼 新的看世界的方法 那你有一個新的看世界的方法 世界在你眼中的樣子 就是之前沒有在別人眼中發生過的樣子 那個就叫做音訊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是這樣子的樂趣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創造出我們自己大的東西 那英語有句詞話 叫做這個生命短暫必出長存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不管什麼專案 民進政府也好 民地也好 什麼也好 它很像增蓋一個鏡子 每個人就是一次做一點點一次做一點點 但是它專案蓋到一個程度 夠大了 別人就會發現說 欸 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那就會變成所謂的社會無限 大家就會繞過來 然後繞著 然後開始有討論啊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應用啊 等等 就會出現 會出現一個事情 好像一個bizarre 一個社群 那更多的人看到圍在這邊的社群啊 就會知道我們 然後就會進來 然後貢獻一點自己的時間 那所有這些東西 就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變成更好的人 這個才是重點 那這個東西會留下來 彼此的記憶會留下來 每一個個人呢 那是生命深蹲 那我常常舉一個例子是說 生命是像彩虹一樣 彩虹其實是沒有彩虹這種東西 它只是剛好光陷在魚的那個角度 你覺得有那個東西 你去摸去看 它有沒有形狀 都沒有 它沒有任何東西 那 所以生命是像這樣子 就是說你水的水分子一改變 那個彩虹就散掉了 那可是你看到彩虹你會留下感動 有些人會畫畫 有些人會做詩 有些人會寫歌 那那個感動的東西本身是藝術 藝術又會感動更多人 比當初那個彩虹 感動的人更多 然後實際上一帶一帶這樣子傳下去 那這個東西才是 我們在虛擬世界裡面所建築出來的東西 因為虛擬世界一向都是建立在彼此的想像上 只要那個想像還在 那個虛擬世界就會下去 所以這個是GIT的Logo 這絕對不是Linux這個人畫的 他非常不會畫Logo 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是別的設計師幫他畫的 那我很喜歡這個Logo 是因為他顯示出就是每個人 跟每個人中間有一些連帶 然後他跟外界的社會也有連帶 這樣子 然後所以是一個很好的Logo 好 那最後一分鐘 跟大家再分享一個比較窄的就是GIT的四個基本的操作方法 GIT它是一個版本控制系統 什麼叫版本控制系統呢 就是有片文件我改一改你也改一改 然後呢它這個系統能夠自動把我們改的東西融合成一個新的系統 所以如果有用過Google Doc 或者有用過Hackpad的話 那就是讓大家 你網路斷了沒關係 你自己在本機打一打字 然後網路一連上 它就把你打的跟別人打的融合在一起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合併的系統 這也是這個Logo的意思 那在一個這樣子的版本控制系統要做合併的時候呢 它要做四件事情 首先呢 你要連上網路之後 先去取得別人改的哪些地方 這個叫做Fetch 接下來呢 如果別人改的地方跟你改的地方都不一樣 別人加了一段 你在最底下又加了一段 那這樣子馬上就合併了 可是如果你們改的是同一段 那就是會發生所謂的衝突 那衝突是要解決的 這個系統裡面有一套衝突解決的方法 就是說可能你要彼此說服啊 用哪個人的版本為準啊 或者說這個自用你的那個自用我的啊 這樣子 所以要面對 面對衝突然後把它處理掉 那處理之後呢 你就是有一個合併過的版本 最後呢再把這個版本分享給所有人 就是放下 那為什麼是放下呢 因為當這個東西放到虛擬世界 任何東西上載到虛擬世界 它就不是你自己的了 你要放下說 它還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 我對它有朋友權 所有這些概念 因為它真的就已經不是你的 它是在虛擬世界裡面 有它自己的生命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是接受它 面對它 處理它 放下它 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準時結束 謝謝 我們當然感謝彭鳳今天很精采的演講 還是要這樣子清楚 然後我覺得彭鳳他有一個很棒的能力就是 他可以把很困擾的事情 然後用很簡單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 讓我們有一些感動 讓我們有一些啟發 讓我們有一些學習 然後我覺得我今天從剛的演講裡面 沒有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在我們世界裡面 就是統治是不一樣的 關係是不一樣的 很多東西 真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會有很多人學習 所以今天再次謝謝彭鳳 精采的影響 再次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請各位同學 稍待 等一下老師要公布 課堂的重要事項